接下来我们看韩正这个知识点 韩正这个知识点应该说在我们整个审计证据这一章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把握 你翻翻我们历年的考题就会发现 韩正经常是在我们简答题当中考察的 如果某一年没考简答题 那在我们客观题当中可能比如说多选题连着出两 或单选题连着出两三个是不是 然后在综合题当中因为我们综合题有一系列的资料 其中有一个资料就应该是我们做的实质性程序的 也会涉及到我们韩正 也就是说我们韩正你考一个简答题那是六分 不考简答题在单选题多选题 还有我们综合题当中你改路到一起给他合在一起也差不多得这个分数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一块的知识 这个知识点一定要掌握好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韩正的全过程 把韩正的全过程掌握好 关键是把这个韩正的全过程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实物当中去 比如说应收账款韩正怎么全过程怎么做啊 银行存款怎么做呀 是不是啊等等啊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整个韩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韩正决策啊韩正决策 韩正决策就是我们要确定做还是不做韩正 因为韩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确实韩正有可能能获取到的证据的证明力比较强 他只要针对适当的这个认定 这个韩正比较适应的认定 那我们所获取到的证据的证明力就比较强 那我们韩正决策以后 然后我韩正的内容 是不是啊 我对哪些这个账户余额呀 交易事项啊 实施韩正是不是啊 我证些什么 韩正对象怎么去选 然后巡政韩的设计 韩正方式是不是啊 然后巡政韩我们怎么选择这个 怎么来比较恰当的这个来进行韩正 第四韩正的实施与评价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实施韩正 发出钱我们怎么来控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追踪 以及收到的回韩我们如何来控制 最终评价韩正结果 这就是我们韩正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啊 他的全部内容 应该有些比如说韩正决策 这点看着好像是不是也就客观题 可能考客观题的几率高一点 但是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简单题和综合题当中来设计 就这一块我们无论哪个方面 尤其是我们韩正的这个实施与评价 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大家要特别注意掌握 那下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 韩正这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就是韩正决策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韩正决策的核心就是我们来确定 在审计过程当中 我要不要对这个 我确定了某一个认定 是不是啊 我要对这个管理层的这个认定 做出再认定 我要实现的审计目标 那我应该不应该做韩正啊 可以不可以做韩正啊 有没有必要做韩正啊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 是否有必要实施韩正 以获取认定层次的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就说因为我们要想实现一个目标 针对某个认定他的审计目标 我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我肯定要考虑要实现这目标 我做什么程序 我是做检查文件记录 那我做检查哪个文件记录 我询问 如果我要询问的话 询问谁 韩正 我要不要做韩正 我证谁 然后检查有形资产 是不是啊 能不能检查有形资产 检查哪个有形资产 怎么去检查 是不是啊 要不要重新计算 等等 要不要做分析程序 做哪个分析 所以我们肯定会考虑什么 我针对这个认定目标 我要做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就会考虑 有没有必要做韩正 是不是啊 有没有必要做韩正 那就是如果有必要做韩正 我们会具体实施韩正 如果认为根本就没必要去做韩正 那我这个韩正程序就排除在外了 那我们在做出韩正决策的时候 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大家都知道韩正 我们是向被审单位以外的 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发出寻证韩 然后对方怎么样 对寻证的内容 给予答复 是不是啊 那我们会收到什么 来自于被审单位外部的 这种独立的这个书面证据 所以这种文件记录 这种书面证据 它的可靠程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证明力也相对比较强 只要是它对相关的认定是适用的 是不是啊 它的证明力就比较强 但是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吧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注册会计师对通过实质性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就越高 比如说 我们现在审计应收账款 我要我本身评估的 我就怀疑应收账款 在真实的是否确实存在上 我认为重大错报风险是比较高的 我怀疑被审单位有的应收账款可能并不存在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本身我对应收账款在存在认定上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水平是比较高 那我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就我要确定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确实存在啊 那我们做什么程序啊 因为他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高 我肯定对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就高 所以那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仅仅说我从应收账款 明细账当中选取一定的这个应收账款的交易 是把记录的应收账款的交易 追查他的记账凭证 追查他的应收账款入账的这个支持性资料 那这个他的可靠程度就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支持应收账款入账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存在的啊 以及应收账款存在的这些原始证据 就是被审单位提供的合同订单发票发运凭证 是不是啊 就是这些运单 了不的有一个顾客的什么签收单等等都这些 而这些证据呢大部分都都是来自于被审单位内部的 所以他的证明力 他的可靠程度肯定不如来自于外部的证据的可靠程度要高 所以尽管是相关 但是他可靠程度没那么高 那我就会考虑应收账款 被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所记录的应收账款 他应收A公司应收B公司应收C公司 那我直接这就存在着知悉情况的第三方啊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我直接向被审单位的债务人发函循证 问这个应收账款是否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是确实那个 确实存在 那这时候他不仅相关他的可靠程度怎么样 如果能够收到回寒的话 他的可靠程度也是怎么样比较高的 当然这是排除他们之间的什么传统5B 所以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我们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越高 肯定对证据的要求就高 那我们含证程序的运用 对于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可能是有效的 尤其是我们含证再怎么样啊 再确定再提供什么 那所要证实的交易是否确实发生 证实账户余额是吧 这个账户余额是否存在 是否归备审单位所有 甚至金额是否正确 在这些方面 他的证明力怎么样啊 他能够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 但是他也有 有些方面他也不行 比如说他对完整性的认定 就完整性的目标就差一些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就不光是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高 这我们也就说了 如果现在本身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被审单位应收账款 就我们现在对被审单位 财务报表整体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比如说我们确定了一个这个 800万的重要性水平 那我们确定了这个 560万的这个实际执行的 这个重要性水平 现在被审单位应收账款上 就被审单位大量的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限销的 很少有奢销的 所以他应收账款上 记录的金额 就应收账款的余额 仅仅就有这个100万块钱 应收账款一共就100万 还没有提这个坏账准备 没有提坏账准备 就这100万 所以大家想想就是被审单位 如果存在着啊 如果有虚构的应收账款 最多虚构了就是100万 对不对啊 因为在存在和发生这个认定 是以账户的账面的劣势金额为上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说被审单位很少有什么 有奢销 是不是啊 所以那他在应收账款上 应收账款存在上 虚构应收账款上 这个可能性是什么 这个这种可能性 这种风险就比较低 也就是我们在这说的 他相关认定的重大错报风险就不高了 相关认定重大错报风险不高 可能我就没必要怎么样啊 非必要单独对他怎么样啊 实施韩正啊 所以这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一定是评估的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是比较高的 是有必要来做的 第二个 韩正程序针对的认定 我们韩正恰恰能够怎么样啊 就我评估的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高的那个认定 恰恰通过韩正是可以怎么样啊 这个他所对应的目标 韩正是可以实现的 韩正是比较适用他的 所以韩正可以为某些认定提供审计证据 但对不同的认定 韩正的证明力是不同的 这里面我们就说了 韩正他比较适用于什么 你要说韩正交易 韩正条款 韩正账户余额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存在啊 发生啊 这种认定一般还都是可以的 韩正甚至韩正金额 是不是啊 那进而韩正所有权 这可能都可以 但是对完整性 在完整性这个认定上 韩正就不太适用了 啊 在完整性这个认定 他的证明力就非常弱了 比如说 我们怀疑被审单位 可能有漏记的应收账款 就是在应收账款上 他可能有没记的 该记的没记的 那我们韩正的时候 我怎么来发现漏记的呢 因为我们韩正往往是以 被审单位什么 应收账款的明细 明细汇总表 这个也就作为应收账款的什么 我们韩正的这个 所选的这个样本的总体 从里面来选 如果被审单位 应收假公司的货款就一笔 这一笔根本就没有在 被审单位应收账款的明细账当中 这么说吧 我把被审单位所有的应收账款 所有的债务人都发函寻证 也挣不到假公司那去 那这时候 我们这个你发函寻证是 这个实现完整性目标就非常费劲了 是不是啊 但是他怎么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现呢 比如说 被审单位 现在应收A公司的货款 在账上 他寄的只有两笔 合在一起是120万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被审单位漏寄了一笔 应该一共是150万 有一笔30万的 他漏寄了 那我们发函寻证的时候 这个被寒证者 就这个A公司呢 还是比较什么 比较诚实的 是不是啊 诚实守信的 然后说这个不对 应该是150万 还有一笔是什么时候的 发票号是什么时候 30万 是不是啊 在你的寻证函当中 没有包括 那这时候 那这个大家就会见 这种看起来有点低 是不是啊 有点低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吧 韩正适用的这个什么 韩正所针对的认定 他更适合就是存在认定 发生认定 甚至是所有权认定 准确性啊 或者计价分摊 计价 是不是啊 这种总值计价的这个认定 可能在我们这个韩正当中 可能差不多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 但是完整性这个认定要差得多 所以我们做还是不做韩正 比如说这个后续我们会讲到 我们审应付账款的时候 应付账款我可能通常就不韩正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应付账款 主要的目标是完整性目标 不是应付账款 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这个目标 所以主要是完整性目标 而完整性目标 我韩正又难以实现完整性目标 所以我们可能应付账款 我这个除非我想实现 我确定应付账款可能有什么 有多计的 那我去韩正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考虑这个韩正 他针对的这个认定 他所适用的认定 第三个 实施除韩正以外的其他审计程序 那为了针对这个认定 我们除了韩正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程序是令我们满意的 如果 有别的程序令我们满意 也可以获取到充分适当的证据 那我就可以去做别的程序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同意认定 可以从怎么样啊 针对同意向认定 我们可以从不同来源来获取审计证据 或者获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 这个前面我们就说了吧 我想确定应付账款是否存在 那我既可以韩正 我也可以检查文件记录 我也可以询问 是不是啊 我也可以做分析 我可以做很多程序好几个程序 那这些程序都是针对同一个认定 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证据 有的从被审单位内部 有的从被审单位外部 是不是啊 获取不同性质的证据 有获取书面的 有获取口头的 是不是啊 那获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 我们注册会师应当考虑 被审单位的经营环境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账户或交易的性质 被寻证者处理寻证函的习惯做法 以及回函的可能性等 以确定函证的内容 范围 时间和什么方式啊 那我肯定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确定 我做不做函证 以及我怎么来做函证 这是我们考虑的三个因素 主要的三个因素 除了这三个因素以外 我们做函证决策 还可以考虑什么 此外还可以考虑的因素 第一被寻证者 对函证事项的了解 如果被寻证者 对函证事项了解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肯定函证的效果 我们会觉得 我函证的效果会比较好 是不是啊 那这个第二 预期被寻证者 回复寻证含的能力或意愿 如果我认为 被寻证者受被审单位的影响 会比较大 那这时候我发函证证 如果这个含证的内容有问题 被寻证者也未必愿意 也未必敢 就告诉我们 是不是啊 或者被寻证者根本没有能力挥寒 所以那我可能我就不去含证了 因为我含证了 也未必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预期被寻证者的客观性 那这个被寻证者 如果这个他更会偏向于什么 被审单位 是不是啊 那我可能他不客观 他那个完全受被审单位的作用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即使含证 我也会考虑寻证含的可靠程度 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这个含证决策 含证决策这一块呢 我们大家呢 要把这个客观题啊 要把客观题呢 把握好 然后这点呢 有的时候 了不定 我们可能会描述出来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们不是说必须都要含证的 即使应收账款没有特出情况 我也要含证 那那个特出情况 什么情况可以补证 银行存款 什么情况下可以补证 我们也得是知道的啊 这是我们首先说的含证决策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问题 含证的内容 含证的内容这里面 实际上这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含证对象啊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含证内容当中呢 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会涉及到的 就是他说叫含证内容 有我们如何确定含证对象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含证范围 含证时间 以及管理层要求 不实施含证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处理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就看含证的对象 就是我对什么样的账户 什么样的交易 我可以去含证 实际上我们最简单的说 只要存在着被审单位以外的 知悉的第三方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实施含证 因为我有就有一个可以比较满意的含证对象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呢 只要是如果这个事情 这个事项 这个交易 这个账户 完全只是在被审单位内部的 你找不到被审单位以外的第三方 那你就不要去想这个含证的这事了 只要是存在着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那我们就可以挣 所以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 银行存款啊 借款啊 和金融机构的往来啊 那这个银行 是不是啊 金融机构和被审单位有往来的金融机构 这就是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像什么应收账款啊 应付账款啊 是不是啊 那这些存在着被审单位以外的 这不是就是债务人债权人吗 那就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那你说这个什么 被审单位的股票啊 债券啊 有啊 他股票他在哪个机构啊 是不是啊 他也有这个也有机构啊 也有这个发行人啊等等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找到什么 都可以明确有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那我们首先看银行存款 借款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 实际上这个可以简单说 像银行喊证 是不是啊 我们最最简便的就是金融机构嘛 银行就是金融机构当中的最主要的内容了 所以那我们看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 这里面包括零余额账户 本期内注销的账户 啊 我不管你 你期末余额为零 你本期已经注销了 但是你本期有过交易的 这些都包括在我们银行存款的 含证的范围内 啊 然后借款 像银行的借款 和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 那什么质押呀 担保啊 是不是啊 这些都包括在我们怎么样啊 因为这些信息都有窒息情况的 第三方 我们就可以实施什么啊 实施含证程序 但是像我们 我们像银行含证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证啊 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 某一银行存款借款 与金融机构往来的 其他重要信息 对财务报表 不重要 啊 这是不重要 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低 大家看 既不重要 风险也低 也就说出错的几率很小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时候 可以对这个银行存款 这个什么啊 对这个账户 可以怎么样 对这个银行存款账户 我们可以不证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含证 我们应该在工作底稿中 说明理由 我不证的话 没有特殊情况 必须证 只有同时符合 对报表而言不重要 且重大错报风险低 那我可以才对他不证 比如说备审单位 开户的银行有十几个 只要是一个一个的银行账户看 只要某一个 比如说他在这个农行开了一个账户 在农行开的这账户就是干嘛呀 就是和税务银行签了一个三方协议 就是用来交税的 是不是啊 就是用来 企业他这个需要交的各种税 都通过这个账户来交纳 这个账户既不收钱 是不是啊 付钱也只是和国库 和国库他交税嘛 是不是啊 发生这个业务关联 别的他只需要把计算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月需要交这个80万的税 好 他把80万就转到这个账户 就从基本账户转到这个账户 然后把这个钱就这税就交出去了 别的都不干 也没有和这个农行这个交税的这个专户 什么有贷款呀 有质押呀都没有 只是就是签了一个三方协议 向国库交税 所以那这时候 他期末的时候呢 金额也不大 是不是啊 那就是有这些信息 对报表而言怎么样 不重要 且相关重大错报风险低 那这时候这个开户的 在农行的这个开户 可以不证 但是别的开户 即便 比如说他在这个 在光大银行 他开了一个户 但是期末的时候已经注销了 是不是啊 他以前开的户 本期已经注销了 但是他注销的时候什么 他十月份注销的 对不起 那也得期末时候 这个也得韩正 为什么呢 你十月份注销的 在十月份注销之前 你一直是有交易的呀 是不是啊 所以也得韩正 这是大家呢 可以看到 即使你期末余额为零 注销了 但是你可能还有怎么样 梅长青的借款呀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抵押呀 担保啊 这些可能还有 就其他往来可能还有呢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吧 银行存款借款 及与金融机构的其他往来 这些呢 都是这金融机构都是什么 他是窒息情况第三方 我们都可以向他进行含正 而且正怎么样啊 不仅正余额 还会正什么 还会正这个一些他的什么 一些事项 是不是啊 这个发生的这个事项 比如说这个 他的这个质押的情况 他的贷款的这个条款的问题等等 我们都可以进行含正 所以这是大家呢 后面我们专门给大家讲 货币资金审计的时候 会涉及到银行存款的这个审计呢 就会讲到含正 你会看到我们含正的内容 只要和这个金融机构有关的啊 呼呼呼全正 这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呢 首先含正对象当中 这个能够看到的 第二个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我们也是没有特出情况 必须要正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正啊 存在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注册快失 除非啊 除非存在这两种情况 任何之一 那我们就应当对应收账款 实施含正 就除非这两种情况下 是可以不正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 第一 根据审计重要性原则 有充分证据表明 应收账款对报表不重要 前面我就给大家举过例子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都五六百万 现在被审单位应收账款的金额 一共可能才几十万一百万 那这个真的对报表而言不重要 是不是啊 因为他 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都没有到 如果被审单位有虚构的应收账款 最多他虚构了就什么 就一百万 大家可能说 那他如果有 他有没有漏记的 有可能 他漏记会漏记一百万呢 那不一定 漏记是没有下限的 他到底漏记了多少不知道 但是韩正对完整性不太好使 我得用别的程序去查完整性的问题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对于比如说应收账款是否存在 金额是否正确 这个金额是不是啊 他烈士的金额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那这个 那这个这是不是应收账款的债权 那我是不是被审单位的债权 那我这时候 我肯定怎么样 我查的这是以高工为主的 所以按照重要性原则 他金额非常小的 烈士的金额非常小的 大大定于我们实际执行主要性 可能我就对他就不正了 不一定就实施韩正 因为我不做韩正 我还可以有其他程序来做 应收账款可以不正的第二个情况 是什么呢 注册快师认为韩正很可能无效 韩正很可能无效 这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以前年度 可能以前连续两三年 我都查这个被审单位 我都做应收账款的韩正了 我都韩正了 但是正的结果怎么样啊 我发出去一百封寻证韩 回来的凤毛麟角三封五封 是不是啊 那大部分发出去就时辰大海了 那我只能大量的去做替代程序 我已经连续两三年都这样了 现在这些债务人还是这些债务人 那我再发寻证韩 估计也就这样了 我可能怎么样啊 我发出寻证韩 我这整个韩正的全过程 我是控制的 然后折腾了半天 没人怎么样 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但是成本搁进去了 是不是啊 时间也付出去了 所以我们还得再单独 再追加 再做替代程序 那就还不如我直接就做什么 如果有满意的替代程序 我直接来做呢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认为韩正 今年对应收账款 我要做韩正 还是无效的 那我就不做了 是不是啊 所以符合这两种情况 任何之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不给应收账款做韩正 但是除了这两个情况以外 我必须做啊 当然了 在这儿大家注意 如果韩正无效 注册快失应当实施 替代的审计程序 就是你不做韩正 韩正无效 不等于应收账款不重要 应收账款可能仍然是重要的 甚至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得做令我们满意的替代程序 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 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实施韩正 也得在工作底稿当中 说明理由 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应收账款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韩正的其他内容 我们在韩正对象当中 除了我们银行存款 借款等这个金融机构往来应收账款 然后其他的只要有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是不是啊 那我们甭管是交易事项 还是条款还是这个余额 都是可以韩正的啊 实际上我们韩正并不仅仅限于余额 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甚至是比如说 我向被审单位的这个顾客进行韩正的时候 可以韩正销售的合同当中的某一个条款 是不是啊 可以韩正就是多笔交易当中的某一笔交易 都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起啊 那你就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 你就按照资产负债表你就想呗 是不是啊 那这个一个一个项目 什么那这个什么交易进金融资产呀 是不是啊 那这个什么应收票据 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等等 这些只要存在的 就是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我们都是可以韩正的 这是给大家明确的吧 我们这个韩正对象 接下来第二个韩正程序实施的范围 实际上这里面韩正程序实施的范围 主要就是呃应该说我如果现在我确定了我做韩正 我要韩正那我怎么把我要韩正的这个样本选出来 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在韩正当中呢这个大家如果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抽样的方式 是不是啊一般都是采用抽样的方式来确定我们这个韩正程序的范围 也就是说呃我样本量是不是啊那样本范围嘛那就是多少的呃那我对哪些这个什么 我要给他选出来的所以那我们用抽样无论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啊肯定我要有足够的代表性 我要尽可能的把里面有问题的抓出来 所以注册快师可以确定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就我们可以在整个这个我们要韩正要实施韩正的这个对象这个总体当中 我先把我认为风险高的金额大的有可能有问题的我先给他抓出来啊 剩下的那我再进行怎么样你不是统计抽样吗 然后我再统计再随机的去抽 这样呢我们既保证质量也保证什么也提高效率 否则的话那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面我们一般我即使用统计抽样的方法 也是往往先怎么样啊把特定项目抓出来以后 然后咱们再统计抽 所以这里面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选取特定项目的时候 一般选什么 选金额大的 是不是啊金额大的 我们会划定一个这个金额 就这这种金额的大金额的百分之百的测试 因为大金额的一笔出问题 可能整笔就出问题了 是不是啊 所以金额大的 再一个如果有这个账领的问题啊 账领长的 应收啊应付啊 是不是啊 其他应收其他应付 预收预付等等 那这个账领长的 然后交易频繁但期末余额小的 交易频繁余额小就越容易出问题啊 然后重大的这种关联方 关联方是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尽管可能关联方给我们的答复 没准他因为他们之间是关联方 他可能会偏袒于这个 甚至为被审单位隐瞒什么 但是我该证还得证啊 第五重大或异常的交易啊 这个交易是非常重大的 或者我认为在我所了解的被审单位当中 他出现这种交易 我们觉得比较特出比较异常 然后再有可能存在争议 或者我怀疑有舞弊有问题的 那这种我就这种特定项目 我都给他怎么样啊 给他搂上来 换句话说金额大的可能有问题的 可能会出现风险比较高的 是不是啊 那我都给他抓出来 剩下的咱们再随机抽 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我们韩正这个 韩正程序我实施的范围 我们用统计抽样 我也往往怎么样 甭管是统计的还是非统计的 我先选取特定项目 然后再怎么样再抽样 接下来在我们韩正内容当中的 韩正的时间 韩正时间我们通常是以 资产负债表日 因为无论是这个我们基本上啊 原则上比如尤其是我们韩正这个 账户余额的时候 比如应收账款呀 银行存款呀 是不是啊 这些我们都是以什么 就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所列势的 它是否是存在的 是不是啊 那如果是交易 我韩正交易往往也是被审期间是否发生 那也是截止到一个点上的 所以我们一般韩正通常是以资产负债表日为截止日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 资产负债表日是截止日 那我们就比较好的时间就离资产负债表日比较接近的日后的时间 是吧 比如说一月初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时候呢实施韩正 如果 重大挫暴风险评估为低水平的 相关认定 我要韩正所要实现的这个所针对的这个认定 它评估的风险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在资产负债表日前 适当日期为截止日实施韩正 比如说应收账款我要做韩正 然后应收账款呢 在这个存在这个认定上 本身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的并不高 是不是啊 低水平 那我可以不可以选择在资产负债表日前 比如说我在预审的时候 我11月份预审 那我就在11月30日我就韩正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在11月30日韩正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可是做实质性程序啊 这我们等于在其中工作中 在做实质性程序 那我证了11月30日 比如说应收账款存在 我能不能说12月31日它就存在 不一定 因为在这个11月30日存在的应收账款 在12月31日可能已经收回来了 而且12月31日存在的应收账款 可能在11月30日还没发生呢 因为这一个月当中 它又会怎么样 有收回来的应收账款 有新发生的应收账款 对不对啊 所以并对 这时候我如果日前韩正了 并对 所韩正项目 自该截止日起 至资产负债表日址发生的变动 实施实质性程序 如果我韩正了11月30日的应收账款 从12月1日到12月31日 这一期间的应收账款 新发生的收回的 是不是 那这个变动 我必须还要做程序 因为我要得的结论是 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 是否存在 金额是否正确 是否归被审单位所有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大家能够明确 韩正的时间 也就是说原则上 我们通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 那当然我就不用再去追后边了 是不是啊 我如果比如说我1月10号 我韩正12月31日的 那正好就整个怎么样了 就都正了 这是我们在韩正时间选择的时候 就最好我进行韩正的时候 你别等到什么 你都到4月1号了 然后你正 你在2022年4月1号 你向这个债务人 被审单位债务人 你在这个2021年12月31日 是否怎么怎么 人家可能在1月份就还了 2月份就还了 你这时候再问他 我早还了 是不是 那我早还了 早还了 什么时候早 早到什么时候 是早到12月31日以前呢 还是早在你发函之前呢 是不是啊 如果12月31日之前 就已经还了 那对不起 被人单位12月31日的 这笔应收账款 已经收回来了 他就不应该再做应收了 是不是啊 如果是在12月31日以后 收回来的 那在12月31日他存在呀 所以这时候呢 可能就会离着资产负债表日 比较远 我们要再含证 而且含证的还是资产负债表日为截止日 这时候含证的效果 循生含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了 这是我们第三个 含证时间 接下来第四个 管理层要求 不实施含证时的处理 管理层说 这就别证了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可能是有合理的理由 确实是可能这个 被含证者不能够正确对待这个 循生含 也有可能是 被审单位 禁不起证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面大家呢 看一下 当被审单位管理层要求对你含证的某些账户余额 或其他信息 不实施含证的时候 比如我选择了应 被审单位寄的应收A公司货款 是不是啊 380万 我说这个金额比较大 我得含证一下 他说这个你就不要证了 是不是啊 这个A公司根本就不认可 我们现在正在打官司呢 是不是 我已经起诉他了 所以呢 这时候这就有纠纷的了 是不是啊 有纠纷的 所以他可能不让我们证 他说你证 他也说我不欠他钱 我也不欠 A公司肯定 我从来就我不欠他这个钱 所以他也不会认可欠我这个钱 那你说这不还是添麻烦 但是真的他欠我这钱 所以这怎么办啊 大家看 被审单位管理层可能提出来 你就不要证了 注册款式应当考虑 该项要求是否合理 得有理由 是不是啊 并且获取审计证据予以支持 你说不让证了 你被审单位的理由 管理层的理由 是这个 被寒证者 不会正确对待寻证函 是不是啊 对这个 不会如实做出答复 会做这个 那个不真实的回复 所以那这时候 那你提出来的这种理由 那你拿证据啊 你说我已经起诉他了 我们因为什么纠纷 是不是啊 已经起诉了 好 那这个理念 你就有怎么样 你起诉他 那也有什么 你提交的这个起诉书啊 是吧 法庭这个立案的 是不是啊 法庭立案 什么开庭啊 交换证据 你的律师啊 是不是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啊 相关人员会有吧 对不对啊 那我们就可以有证据来支持 是不是啊 如果认为管理层的要求合理 那我们注册快诗 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就因为我我也认可 确实是如果我证也拿不着 被寒证者回复的也不是可靠的 也不是可靠的证据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不证 我做替代程序来验证 以获取你这些账户余额 或其他信息相关的 充分适当的证据 这是如果认为它是合理的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认为管理层的要求不合理呢 且被其阻挠而无法实施 含证程序 我认为管理层所说的理由 是不是啊 这个我说这个我要对应收账款 实施含证 他说你不用证了 是不是啊 这个被寻证者 我那些债务人根本的 我那些客户人家忙着呢 根本没时间答复你 是不是啊 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认为他怎么样 他不让我证 而且怎么 我有好多这个客户啊 这个都搬家了 是不是啊 有的就那个什么放假了 有的他根本就答复不了 他也我也那个他搬家了 我也没有新的地址 是不是啊 你发出去寻证函 他也收不到啊 这那说一大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啊 这时候我们无法写阻挠我们注册款式实施含证 注册款式应当视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并考虑对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时候因为这个是不合理的理由啊 很有可能被审单位应收账款呢 就我要挣的这个 甭管是应收账款 是账户还是交易 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甚至舞弊的风险是很高的 对不对啊 所以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 要高度警惕 是不是啊 这时候职业谨慎一定要有 一定要高度警惕 那我必须要怎么样啊 考虑的 我审计范围 你不让我正审计范围就受到限制了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不能获取到充分时当的证据嘛 是不是啊 并且考虑对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然了 我肯定会考虑它舞弊的这种可能啊 如果有舞弊的可能 我该追查也得追查 但有可能由于管理层的层层阻碍 阻挠 我们没准追查不下去 但是我至少我已经 我认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了 那我去出保留的 甚至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我们也是什么 也是正当的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呢注意一下 分析管理层要求不实施寒证的原因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什么 职业怀疑态度 千万不能管理层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所以我们要考虑管理层是否诚信 是否有可能存在重大的舞弊或者错误 是不是啊 然后替代审计程序 能否提供与这些账户余额 或其他信息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管理层诚信不诚信 他是不是有舞弊的问题 这些我们一定要职业谨慎要高 因为一旦可能有舞弊 他说的理由可能看上去非常合理 但是如果我们这种职业谨慎没有 没准就调到他的审计计了 是不是啊 这种考虑对舞有没有可能是有舞弊啊 考虑他的这个 然后替代程序一定要令我们满意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可能最后 我现在拿不着韩正的证义 寻证韩的回韩 但是我所做的替代程序应该是什么 没准我做的不是一个替代程序 就是多个来分别来验证 我现在寻证韩的回韩拿不到 那我可以考虑拿什么 其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就像这个诉讼了 他说已经诉讼了 那我可以拿律师的什么 律师的声明书啊 是不是啊 我可以和律师 我向律师发函 让律师给予答复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些我都可以做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介绍的吧 我们韩正的这个 韩正内容 韩正内容 我们讲了这个韩正的这个 韩正对象 是不是啊 实施韩正程序的范围 然后韩正的时间 以及管理层 不让韩正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 我 中文字幕——YK